赵荀作为一个受害人,没有歇斯底里抗拒,不代表没有被侵害。 正如侵害者成功没有使用暴力手段,不代表尊重了赵荀的个人意愿。 两边拉扯对立,将迎来怎样的结局? 赵荀树立起强大信念,勇敢地站出来发声,让所有人都到他的声音。 林看是个有职业操守的律师,这种时候,自然成了赵荀的神助攻。 成功与他们对不公堂,刑事诉讼输了,也是很有盼头。 不像普通的民事诉讼,经济赔偿可以解决绝大部分问题。 触犯了刑法,成功再有钱都不好使。 回顾一下事发当晚,赵荀喝醉了,明确表示过要回家。 成功还是不顾他意愿,将他带进房间,抱到床上,甚至有进一步举动。 这时,赵荀有些清醒了,本来可以拒绝走人,但是他没有,到卫生间洗了个澡,选择了屈从,事后又躲到了卫生间。 这就是为什么,他是一个不完美的受害人。 有人匿名报了警,同时通知了媒体。 女警官燕敏赶来,叫赵荀不要害怕。 同样的话,成功再说一遍,可能就不是那味儿了。 这件案子的难点在于,赵荀无意识状态,有被成功猥亵。 当他恢复了意识,却没有明确告知成功,他不愿意。 包括但不限于语言和肢体。 尽管他有表现出惶惶不安,内心也是真的不愿意。 事情曝光后,成功开出补偿条件,送赵荀出国。 赵荀因为软弱而同意,又因为自尊而反悔,反反复复地,也再次说明了他是一个不完美的受害人。 律师林看,接受了这种不完美,从成功员代理律师变成赵荀代理律师,突显出女性高光。 但也不是说,作为不高光受害者,赵荀就没有资格发声了。 当上位者违背了他的意愿,他还是可以公之于众,说出全部的事实。 成功婚内出轨无数次,以前从未踩雷,直到遇到了赵荀,还是改不了老毛病,甚至没正视和赵荀在一起,就略了举。 最后四十五度角望天,两眼泛泪花,要怪还是怪自己吧。